这是真人版的鱿鱼游戏 这是电视版的鱿鱼游戏 你能区分出来吗 好好家伙 制作方真有钱 是巨资 1比1还原 便是剧中的场面 获胜的玩家 真的能拿到456万美元 这么多钱 这可是现实中啊 第一个游戏 一二三木头人 人们进入空旷的游戏场地 整个房间 最少有500平米 三米高的小女孩 站在最前方 她也是完全按照剧中的原型 1比1复制 双眼的内部 安装了超高精湿仰头 人只要有被弱的晃动 就立马枪毙 游戏规则是 人们要在五分钟内达到终点 小姑娘唱歌时 可以移动 转过身呢 就必须停止脚步 如果被抓住移动 则挑战失败 小姑娘缓缓转过身去 嘴里说着 一二三木头人 小姑娘刚扭头 就看到有人动了 砰砰几枪凌重 原来打中的是墨水子弹 450号的眼界 真的必真 中枪倒在地上 就这个演技 导演组必须给大家击腿 一旁的黑箭 踩一第一轮 就被打中 赛前还信誓旦旦的说 自己会赢到最后 结果啪啪打脸 屏幕上几人的照片 纷纷熄灭 还有4分36秒 第二轮开始 人们赶紧往前冲 声音停止 还有人身体在晃动 小姑娘不惯着他们 锁定目标 利落淘汰 242号 还美美的想着 拿到奖金要怎么花 结果 下一秒就被打中 看来 比赛还得专心点 第三轮刚结束 就已经有人遥遥领先 但还有几个人 还没出发 这差距 可真的不是一点点 为他们捏把汗 小姑娘转过头 冲在最前面的几人 没有及时站稳 全部被啪啪打中 倒在地上 来到第五轮 104号胖子 以为坐在角落 就不会被击中 结果自己太胖 坐下的一瞬间 肉肉的屁股 还向上弹了两下 导致没停下来 直接被取决 只能回家怪屁股了 但也有人呢 利用屁股的 大聪明选择 屁股对着小女孩 以为能减少被拍的几率 毕竟屁股不会有什么面部表情 结果 被自己的聪明打败了 11号老头还在吃乖 没想到 自己也跟着下线 对了 大家觉得 这个还原度如何 如果忘记了 咱们简单回顾一下 电视剧中的游戏时刻 具体让伯彦讲讲 众人聚在了一期 游戏正式开始 大家开始了先进 这小女孩忽然回头 只听见 碰到声 黄毛顿时倒下了 大家还以为啊 这黄毛在配合游戏 可是当这250号走进时 这才看见 黄毛正在大口大口吐了鲜血 吓他撒他去跑啊 250号果然就是一个250啊 他是被当场射杀在那地 这下所有人都看清楚了 这哪里是玩游戏 这就是玩命啊 人们立马开始了疯狂逃跑 这是一片被封锁的场地 大门被封锁 现场直接变成了人间地狱 喊声枪声上当场混成了一片 而面对这样的屠杀呢 现场很多人文思未懂 游戏继续 一号果然是一个老江湖 他掌握了游戏规律 后面的人纷纷消防 而在地上吓得不敢动的 正是我们的男主阿诚 阿诚的邻居尚佑赶紧提醒他站起来 要么这时间到了 不动同路也是死 尚佑告诉阿诚啊 这小姑娘在咱们正前方 只要能躲在别人的背后 就不会被侦测的动作 而为了活下去啊 阿诚立马站了起来 这时呢 黑道大哥虎哥顿时发现 有人藏在自己背后 我去 拿我的脑筋牌 虎哥小声问起啊 你是谁啊 后面的人正是一个妹子 他是一个神偷 以前呢 在虎哥手下受尽了欺负 神偷用手按住了虎哥的头 虎哥是顿时怕的呀 你可别推我 但是啊 我们神偷也并没有下死手 只是一把把虎哥推到了地上 而在另一边呢 阿诚正要跑路 但是却被突然拉住了腿 身后的男人顿神阿诚救救自己 下一轮啊 这阿诚猛然地把他走掉 时间仅剩下的最后的22秒 阿诚冲刺的时候 竟然碰到了一个大麻烦 他竟然奇迹般地并没有摔倒 原来是后面的小黑 单手踢住了阿诚的玻璃子 他是一把拽住了阿诚 停在了空中 阿诚差点被吓尿了 终于啊 这小姑娘可算是回头了 时间也同步进入了倒计时 而在最后一秒呢 阿诚跟小黑一个肥扑 将将到达了中电线 而那些没过来的人呢 全都被小姑娘 集体出去 第一局 游戏结束 虽然呢 这剧中第一局游戏结束 但是啊 这真人版的游戏还在继续 第六轮正式开始 人们选择了插头前行 这样能减少手部的幅度 降低淘汰的几率 结果啊 这个男人冲得太猛 直接铲到下线 时间还剩下的1分50秒 385号 在暂停的时候 恰巧保持了半蹲的姿势 好家伙 这是蹲马桶的姿势 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 385号是终于坚持不住了呀 坐在了地上 选择了主动放弃 并且呢 这也还是流下了 悔恨的泪水 而到了第七轮 就在小姑娘转身的瞬间 107号小哥 卡住了摄像头的死角 在回头的临界点 率先倒到了终点 199号是顿时趴在地上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没想到啊 这还是被 残忍淘汰了 第八轮有越来越多的人 到达了终点 他们抱在一起欢呼 和场内紧张的比赛气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着他们在眼前庆祝胜利 比赛的人却不能动 这简直就是杀人住心啊 301号小哥 已经成功通过了终点 但是啊 这和他一起来的妈妈 还并没有完成 301号着急地哭了呀 来的第九轮 时间只剩下了最后的34秒 301号的妈妈还是没到 旁边的人接着被淘汰 蓝头发的女人 在距离终点最后一米的时候 被残忍淘汰 看来呀 这发色还得是低脑点好 最后一轮第十轮 妈妈抓住的机会 赶紧往前冲 终于通过了 母子二人那是激动地抱在了一起啊 倒计时正式结束 所有孩子场上 未完成比赛的人 都被淘汰 第一局的游戏 到这就正式结束了 他们回到了宿舍里面休息 而这里呢 也是完全复合了剧中的场景 所有人住在了一起 有五层的床铺可以选择 人们兴奋地讨论 自己要住在哪儿 这种大通铺的体验 也太棒了 管理者顿时宣布了游戏结果 第一轮呢 就淘汰了整整259个人 现在剩余197人 随着宿舍顶部的小猪 缓缓降下来 人们看到 这源源不断的现金掉落下来 足足有259万枚刀 而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啊 101号和134号 被选中小胡萝卜 他们将面临一个选择啊 让一名参加者 在下线游戏获得优势 还是选择 淘汰一名参加者 面对456万美元的 惊人优惑力 两人是果断选择呢 要淘汰一个选手 200号是不幸被选中啊 两人是顿时看见 这200号不断地找人攀谈 怀疑啊 他正在制定一些战略 再加上 这200号的胡子 长得也太帅了 于是啊 就把他扼杀在了摇篮里面 现在 只剩下了196人 第二局游戏正式开始 人们是走过标志性的彩虹阶梯 在空房间内排成四列 美列第一个人进入房间 看到了墙上的圆形 三角形 五角形和雨伞四个图案 看来啊 这局挑战正是碰荡的游戏 排头四人代表四支队伍 必须要各选一种图形 并且要全部同意 大家都明白 雨伞图形是不规则的 也就是最难那个 没人愿意选择雨伞 三人看98号 长得好欺负的样子 于是啊 就把雨伞图形留给他 让他强着心选雨伞 外面的人通过大屏幕 看到自于队伍 选择了简单的 圆形跟三角形 高形的一蹦三超 98号却始终不动啊 三人是顿时劝他的 让他少数服从多数 还剩下的最后十秒 三人是彻底不耐烦了 喂 你赶快去选 别拖累我们 等到时间结束呢 98号还是坚持不选 可惜啊 这四人没有做出 统一的选择 他们全部都被淘汰 第二轮的选手上前 队伍的人都在嘱咐 喂 你们可千万不能选雨伞啊 四人顿时决定呢 他们要用赛跑的方式 来选择图案 唯一的女生 在这个比赛里面 不占优势 288号 把自己的三角形图案 让给的女生 和454号 同时选择了五角形 雨伞图案是又被控出来了呀 时间只是剩下的 最后的12秒 三人顿时劝起了 454号老大爷 让他赶紧去选择了雨伞 可是啊 忍着老大爷宁愿被淘汰 也绝不妥协 最终呢 这四人同样也是被 劝不淘汰 第三轮选手里面 三个大汉 直接瞄准了相对软弱的 299号选手 让他选择了雨伞 299号很是为难呐 他不想被淘汰 于是啊 他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让其他队赢的人呢 帮助他们队 天堂比 其他队同意了 但是啊 刚刚选完了图案 主办方顿时宣布了规则 这场游戏 不能让其他人帮忙 这下呢 299号 坑了全队的人呐 而看到结果的这一刻 有人欢喜有人愁 选择了圆形跟三角形的队伍 高兴的声浪都能掀翻房顶了 而这五角形跟雨伞队伍呢 则是呆呆地站在了原地 根本说不出话了 对了 让我们看看电视剧中 他们是怎么抠出碰糖的 对比一下 看看还原度如何 注意看 众人一坨雾水选择了好的图形 每人发的一个盒子 打开以后 里面有一块整糖 还有根针 要求在十分钟以内 把糖里面的图案给抠出来 如果损坏任何一点 就算失败 阿诚一看盒子是 顿石蒙壁裂 这雨伞形状是最难弄的 两百多个人 在地上玩起了碰糖 一名玩家把雨伞扣断 只听见 咚一声枪响 当场领头饭 枪声吓得一个妹子一哆嗦 完了 这也扣坏了 没有任何伤害的雨顶 一枪爆头 三角形是最容易的 111号医生 低个扣完 圆形细心一点 同样也好扣一些 小黑同样也顺利过关 阿诚则是越来越紧张 雨伞下面的花边 则是最容易断的 这时阿诚的汗水 竟然滴到糖上 糖竟然化了一点 阿诚顿时想到了一个主意 开始用舌头疯狂点糖 果然爆了一层 附近的人看到阿诚用舔的 我觉还这样也行啊 大家是纷纷开始的效法 阿诚那时还在努力啊 终于在时间的最后一秒呢 把雨伞完整地扣了出来 而经过这一轮的游戏呢 一共淘汰了79人 目前累计奖金 348亿韩元 电视剧的游戏结束 让我们把画面 回到真秀 选择这圆形图案的人们呢 那是兴高采烈拿上糖饼 没想到啊 这糖饼比电视剧里面的 要更厚一点 时间只有十分钟啊 人们先用口水 疯狂地填起糖饼 重点要把图形 边缘的糖给融化 将用针呢 一点一点往下口 圆形就能顺利地拿出来 三角形同样也是相对简单的 但是这对于 手又大又重的男人来说 这种细致的工作 同样也充满难度 选择五角形的人们 根本就不敢怠慢 只能是仔仔细细 把图形慢慢扣出来 现在最难的就是 雨伞图案啊 人们紧张都不敢呼吸了 生怕把糖饼花烂 101号小哥 把雨伞的大半部分 都是成功给花开 就差最后一点了 结果呢 这由于太过紧张 把三饼花烂了 当场结束了 她的争夺奖金之旅 替队伍选择 雨伞图形的299号选手 心里充满了愧疚 没有意外 同样也被淘汰了 时间还剩下了 最后两分钟 雨伞图形 终于有人挑战成功了 时间是不停流逝 人们手上的动作 越来越快 女人卡点 抠出了雨伞图案 激动地和通过的人 抱在了一起 雨伞图案的49人 最终只有8人 通过了比赛 场上躺满了 淘汰的人呢 生活中的雨伞 替人挡雨 游戏中的雨伞 送人性命啊 第二局的比赛 正式结束 现在一共剩余 119人 将近达到了 337万美元 接下来 他们又将迎来 什么样挑战呢 我们下期 接着看 本期 到此结束 本编叫 游鱼游戏 真人挑战赛 本期问题 你玩过 木头人的游戏吗 玩过的 扣3-1 没玩过扣3-2 电视剧版的 游鱼游戏 一旦出了 就会没命 所以参赛的人们 在比赛时 会更专注地玩游戏 生怕 稍不留神 就会原地去世 对啊 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